咱就是说考试也没那么紧张啊 让他自己开 今天又来有预算的购物了 但是和平时都不太一样 我手上准备了两个小信封 这个呢是请起今天所有的预算 他等一下可以在这家店里面自主购物 如果购物的总金额在这个预算范围之内 他就可以顺利拿走全部东西 但是万一超出的话 那他就要把所有东西都推开哦 Hello It's me 而且呢我还会在整个挑战中 给他增加两个难度 到时候看他能不能够成功应对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我先保密 到时候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够成功应对 能不能够拿走东西 拿走多少东西 好我已经准备开始了 这个是你今天所有预算哦 我今天重量 是纸币也还蛮难偏重量的 感觉以我的想法的话 应该超过100块钱 你为什么以100块钱作为一个罚纸呢 因为以前咱们不需要100块钱 会过的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怎么会给我100块钱呢 好那我们看看你的判断对不对啊 我先还玩了一个酒 OK你自己算好啊 好玩的就是我的签子 但是我努力不要被你赔在天了 好像挺有道理 这个好可爱哦 为好多Lupi的东西吸引住了 最后决定拿下5块钱的便利贴 28然后再加5块 一共是33 真是每次都要买你 看他买得那么丝滑 老母亲要上难度了 保证过程中的第一个关卡是这个 这个里面 它是一个机会卡 它可能说会增加你的预算 或者说减少你的预算 要不你就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 但也可能更少 你可以告诉我增加的金额吧 不可以 还挺多的 不少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增加还是减少 这个我不知道 要不要那么难啊 这样子你可以边走边看 我给你两分钟时间考虑好吧 边看贴纸边考虑 OK 我已经学好了 我要 打开它 整体预算减少50 新空到已经说不出话了 她今天到底能不能买走东西呢 难度还在继续增加 就是金领姐必须要在剩下的20分钟内 完成粉丝挑战 好 开始 先决定拿走一个最贵的东西 就换又好像没换 还有16分钟43秒 还拿了个49的盲盒 再给你上一层 我太难了 你现在买了118块钱的东西 你要不直接拿走 或者继续挑战 现在拿走的好处是 你至少今天能拿走东西 坏处是 可能比我给的预算要少 可能少一点 也可能少很多 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挑战啊 我想继续挑战下去 继续挑战下去 哇 好有魄力啊 加油 加油 竟然不买卡 我想卡以后花自己的钱 我还是有钱买卡的 这是已经不确定了 就不要再花在不确定的东西上面了 再想想 好像还是得去 六点 你可能在这边买了这么长时间 白买啊 这个挑战太挑战心智了 他好像完全不听我说话了 万一挑战失败了 你能不能自己过了这一关 你很可能挑战失败 也很可能挑战成功 还有46秒 万一失败就什么都没有了 红包里到底有没有这些钱呢 这颇天的富贵 难度又增加了 犹豫要不要再去拿点 最后 相爱解决定 拨个大的 此时 心脏都要跳到嗓子眼了 变价169.9 用完优惠权 149.9 总预算减50后还剩多少钱呢 小孩子 到底能不能成功买错文具呢 我猜是300 让他自己开 200 见军还是 耶 有了 你见压集了 剩下的预算150 更好多149.9 各种未知 各种心理的挑战 我的天哪 怎么信 真的是每一步都好写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